经过约三年的维修和改善 铁道走廊正式的开放 靠近波纳维斯达地铁站的社区空间 这是铁道走廊首个开放的南部路段空间 附近约5万名上班族和居民 将可以更加的亲近大自然 一起来看记者 图建强的报道 铁道走廊新开放的波纳维斯达社区空间 占地1.6公顷 相等于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它共有五个出入口处 包括在波纳维斯达地铁站 以及伟一科技城的搭都会等 除了绿意盎然的草物草沟 这里还设有孩童游乐场 以及成人运动设施 国人可以到草坪上野餐和踏青 也能够在高架桥底下的空间举办活动 当局也在探讨重新地打造 联邦道高架桥下的街头艺术空间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 为社区空间主持开幕时指出 这条铁路原本连接新马两地 如今铁道走廊把我国从南到北连接起来 让国人更加的亲近大自然和文化遗产 为于五级之马山井路和测试纳通道之间的铁道走廊路段 工程预计在今年底完成 当局也推出了创意竞赛 邀请国人提供各种创意点子 把班农搭格火车站打造成充满活力的多功能社区空间 单容八格火车站预计将会在2028年后重开